红慈庸甜笑谈宝宝 明年春天升高当妈咪 使他力量立委红慈庸 日前公布喜讯 他跟老公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长卓冠婷 即将迎接两人的第一个宝宝 红慈庸现身立愿 被问到宝宝出身后 会不会影响他明年冲刺立委选举啊 对 我还没有想那么多的 红慈庸卓冠婷两人 从2016年同游新加坡 恋情曝光就备受关注 到去年他们在脸书宣布 完成结婚登记 恋情开花结果后 从今年初 屈幼一直平传 红姐姐有了 到现在 终于跟大家说好消息了 屈幼十九章 有个可爱的小宝贝 即将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了 哇 幸福的红姐姐 怀孕后老公有没有更体贴啊 立委工作很忙 怀孕后会不会身体不适应 红姐姐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生个可爱健康的宝宝 政治中心 恭喜恭喜啊 报道